无江湖不重庆 在重庆江湖菜中 如果说辣子鸡是麻辣干香即适的代表菜 那么尖椒鸡就是麻辣鲜香即适的代表 没有之一 在家庭做这道菜 最好选用一只跑山的小子鸡 没有的话像我这样用一只小嫩鸡也可以 今天用半只就够了 首先把鸡清洗干净后 要剁成像这样的小块 再加点酱油 料酒 胡椒和淀粉进去 抓拌腌制一会儿让它趋心入味 这里要注意 做尖椒鸡的话千万不要去超水 只要超过水 这道菜就失败了 另外这道菜选用的配菜和配料是最大的特色 首先尖椒一定要选用青小米辣 只有用青小米辣才能体现出这道菜独特的辣酱粉 但这个季节很多地方不好买 很遗憾今天使用普通尖椒来代替 我们改刀切成这样的片 红小米辣也切成这样的片 再切点紫姜片就好了 料头方面拍点姜蒜切一下 再准备多一点的干青红花椒各一半 传统做法是要再加鲜青花椒进去的 今天遗憾也没有买到 下来我们把锅烧热了 下来宽油进去 大火五层油温下入鸡肉 因为今天用的是嫩鸡 所以划炒一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到处控油了 如果用的是跑山鸡 时间就要长一点 或者高油纹再复杂一次 接下来锅里下入底油 有一点要注意 油热了 家庭炒作全程要用最大火 先放入姜蒜 再放青红花椒炒香后下鸡肉炒匀 然后烹点料酒把鸡肉的香味激发出来 再倒入尖椒小米辣和紫浆翻炒均匀后 现在开始调味 加酱油盐蚝油一点白糖和味精提鲜 再快速翻炒至辣椒断生后 再加入花椒油和铜椒油增麻提香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这道尖椒鸡虽然还没有用到灵魂的青小米辣和鲜青花椒 但是这样麻辣的极致口感 相信已经让绝大多数外地人接受不了 尖椒鸡所突出的不仅是麻辣 这道菜鸡肉和青椒花椒融合的鲜香 才是这道江湖菜让人如此痴迷的地方 关注我每天分享最好吃的家常菜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可以给你一代味道 我设定我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我设定我一代味道 我设定你一代味道